我们15页这里就有点延续我们之前的 就是说 刚刚老师其实已经 可以很清楚看到AI的强项了嘛 对不对 他有很好的想象力啊 所以呢 在这边这个是我写的第一篇 这个系列的 你可以发现我在部落格上 这个系列现在越来越多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内容就不用管他 我们往后面 那这里有一个状况 不管您是用CharedGP 用CharedAvHare都会遇到的 当使用的人数比较多 流量比较大的时候他有可能执行到一半就中断了 就是已经停止呼吸了这样你了解 你就看他那个字不会跑出来很久了 那表示他已经 断货了 所以你就告诉他 请继续 请继续把这个未完成的 把他写出来就好 好 再来就是 刚刚有提过 您如果对于他 所 深层的内容 你看像 这里面我就告诉他 他 给我的 是 我应该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请他帮我做一件事情 就是做 有关于灰姑娘 展开他地心大冒险 这个童话故事 现在有很多叫童话改编嘛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像这样子 请他做 那他给我的故事里面呢 有一个 就是什么有钱人的儿子 我就请他 你可以帮我换成青蛙王子 重新改编这个故事 他就开始帮你做了 对不对 接下来 你也可以怎么样 把不同的故事融合在一起 我请他帮我把 小红帽跟大野狼的故事也融入到灰姑娘里面去 这样到底会变成什么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好所以这是他的强项啊 好那你看 融入之后 放进去了 再来 这个就没关系了 所以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其实 AI的好处就是 他真的很会想 好 那我们接着往后面延伸一下 往后面延伸 我们来看看这一块 老师在网路上 有没有常常看到这种图 就是把一大堆的关键字 用一种形状表现出来 你知道以前我们要做这种图要怎么做吗 第一件事情 好几天没有睡觉把这些关键字找好吗 对啊 你总是要有关键字啊 不然 怎么办 现在就不用那么麻烦 找AI帮帮忙 对不对 AI比你会找关键字 好不好 所以来 老师您把这个 简报第16页 我的这篇文章 您可以打开 好我已经帮你准备了几个 来 在这里 好 那我们 我们这一次的重点 因为我们时间不是很多 所以我就是完成这个形状就好了 好完成这个形状 那第一件事情当然要 请AI帮我们收集关键字 所以你看 来 我往下走 往下走 在这里 这个范例我都有提供我做完的 好做完的档案 如果你有需要你就可以看 那我们现在 在这个步骤里面 我有提供两个 好 一个是20个的 一个是50个的 老师 我们认识的语言 可能有国语 英文 很多日文 韩文嘛 对不对 其他的大概就不太懂 所以你看 请 谢谢 对不起 我爱你 这四个字 不同语言的 你会几个 也搞不清楚嘛 对吧 所以 你可以用这个 我们先请他帮忙来我们看一下 到底他帮我们 怎么完成这件事情 好 你看就载入成功了 我请他帮我做 这件事情就是说 帮我 收集20个国家的语言 分别写出 这几个字 而且 有没有请他用表格方式列出来 因为我要先知道这是什么语言嘛 所以我就 语言的 什么名称 然后这几个字 是怎么写的 总共包括这五个栏位 所以 下来的 他就 像你现在所看到的 英文的没问题 这我们认识 所以我确定 西班牙语 抱歉看不懂 但是他有帮我整理出来 好那我们再往下 再往下 中文也没问题 对不对 阿拉伯语 看得懂 这些符号 但是看不懂 写什么 哈哈哈 这样有没有整理出来了 好 但是呢这个整理出来之后呢 我们并没有办法直接拿去用 因为 我待会呢要找一个云端服务 来帮我产生这一种 效果 我们刚刚看了这种效果 其实叫做什么 这种叫做文字云 像云一样 飘在天空中 只是里面的内容是文字 但是说真的 如果你真的要找 这种服务的话 你要会他的英文关键字 英文关键字就是这个 来 各位老师看一下 他叫做 Wallcloud 这样应该很直译吧 字的云嘛 所以你看我们中文文字云翻得多好 OK 好所以我们需要用到这个服务 那这个服务在哪里 在我们上面这边有 Free Online Wallcloud Generator 这个 您就可以把这个服务把它打开 好这个服务你看我把它打开喔 好 打开之后它是英文的界面 那有些老师可能会想说那我就用翻译把它翻成中文对不对 不过这个网站翻成 你用那个Google翻译反而会怪怪的喔 就是功能上会怪怪的 好所以我就不建议大家 用 那第二个呢你进来 它会告诉你 我有侦测到你有用 党广告的 哈哈哈 你就不理它没关系 这个没关系 然后再来呢 它针对这个服务有做了一些说明 好如果 觉得 OK的 你就可以按右手边这里有个叉叉 可以把它关闭 好 关闭它 好 您看在下面这边 有没有发现 它就把关键字填到一个形状里面去了 对吧 好 那我现在重点在于说我要把我的 这些 所谓的关键字 刚刚请AI帮我 产生出来了 但是我希望呢 做成它 可以用的格式 那怎么办 您看我在下面多做一件事情 我刚刚用表格只是我要理解 他帮我用什么语言 那 现在呢只要把这些内容 整理出来就好 所以我请他 把我 刚才的这每一个字 用什么 用半型的空白隔开 整理在 同一个段落里面 也就是全部混杂在一起就好了 好混杂在一起 所以我都会得到 像您下面所看到的这样 有没有所有的 这四个字 全部都 结合在一起了 你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动作 以前如果你自己来整理 好花时间对不对 现在是不是请AI帮忙很快 所以 这个AI 真的你就把它当作是你一个AI助手 在我们有生之年 应该学校会派给你AI同事 是 等我们 过往之后呢 搞不好 就会有AI老板出现了 就换你是当员工的 就不是当 当他的老板 来 那这样是不是就我得到我要的数字了 就是这些名词 我就可以把它复制起来 你看我就可以把它复制起来 好 那现在呢 我就可以拿进来了 那怎么拿进来 您看上面这边 在他的选单上面 你的文字列表 有没有一个叫wall list 就是这个 好 点一下 好 我们就告诉他 我帮你准备好了 你知道帮我把 这些 截取出来 从我刚刚的这个剪贴部里面把它截取出来 我把它按一下 当然其实如果老师您平常假设你在 ESO里面去整理出来 也可以存成csd 对不对 也可以哦 那我现在在这边 好 我就把它贴上去 有没有这样贴进来了 好 那他会知道 空一格就是整理 所以呢 没有问题之后我就可以按右下角这个Apply 他就可以把这个字 反映到我们上面去 来您看一下 有没有出来了 这样很快吧 他就帮你把这些关键字呢 就列出来 你看 至少我中文看得懂吗 好 但是重点是 你有没有感觉到 人家刚刚是整个填满 人家刚刚是整个填满 可是现在好像没有填满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的关键字是不是太少 所以 你要允许他什么 是不是可以重复这些关键字 现在是不允许啊 所以一个关键字只会出现一次 那我就请他 好吧 那你帮我 重复出来 我们再看一下 有没有全部重复出来了 他就帮你把这个图案填满了 各位 如果没有这样的服务 你应该知道我们就只能用 工人智慧了 哈哈哈 以前的做法真的是这样子啊 就是一个一个慢慢打 然后放进去 方向调整 颜色设好 你知道为什么 我说好几天了吗 好 那 现在问题又来了 你有这个之后 如果觉得字太小 怎么办 有没有看到 中间有这个 不然你帮我变大一点 有没有变大一点 我做夸张一点 这样有没有字变大 可以接受了 好 所以我这个 基本的 设定好了 这个 形状 可不可以改变一下 当然可以啊 你来看看这里 Share 是不是叫形状 按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 有没有很多 不一样的形状可以选 甚至你也可以选择 有颜色的 有没有 他直接就把你上颜色 还有 我也可以用地图 比如说 我们常常会用台湾 有没有 你就打一个T 但是 老师字不要打太快哦 因为打T就好 有没有看到台湾在这里 但是你打台湾就没有 你看我打一个A 就没有 这样知道吗 哈哈哈 所以打个T就好了 点下去 有没有马上变台湾 这样感觉起来亲民多了嘛 所以 形状的部分 可以像这样 也可以把它填满到一个字里面去哦 比如说你用Word 那什么字形 他就把你填进去 所以这个变化真的很多 甚至你可以上传自己的图片 比如说我用学校的logo 或者用哪个地标 是不是都可以 好 这些都可以选择 所以您 可以找到很多很多 好 那 我把文字 把形状 解决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 他的什么 方向的问题 诶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预设的 他就是YC扭8的 什么方向都有 所以你应该看这个地方 有没有叫direction 这样有没有很开宗名义 你要直的 要横的 还是混杂在一起是不是都有 我先用横的 按一下 你有没有感觉 这样子比你 一个一个慢慢调眼睛坏掉 容易多的嘛 是不是很快 好那 色系 就是所谓的布景主题 诶 你也可以来挑 我要这个颜色的 我就挑 好 拜拜 这样有没有马上就改变了 很快 好 做到这边 差不多已经有概念了 差不多有那个轮廓出来了 可是 很重要的 我们用这种 关键字的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 凸显我的关键字对不对 可是你觉得这样够突出吗 好像还不够 好像还不够 来你比对一下我这边的 有没有感觉我的这个 我要的关键字特别大 对吧 那怎么办 一个一个条 疯了 所以我们要找哪里 找这边 来 你看 回来 字这里 因为每个字 跟我们现在 这个 这个 考试一样 有权重比例 来你按一下 编辑 这里有一个编辑 按下去 好 您看看 有没有这里有一个权重 位的 一般的 他现在给你2跟3 好 这个 对不起 也很重要 所以我给他 5 按个Enter 他会跳上去 好 我爱你最重要对不对 好 你10 这样可以吗 对不对 针对你的关键字 好 请 谢谢 OK 好了 Apply 你有没有感觉 看清楚看很多 这样了解了吧 好 这样子是不是就很快就做好了 所以你看我们把这样的流程 整合到 就是AI的帮忙 因为有他的帮忙 让我做这样的东西有没有快很多 真的 很方便 那 最后 我要拿出来 对不对 要把它拿出来 你知道吗 他拿出来有几种方式 您看一下 在这里 你看 纯层图片 对不对 SD就是一般尺寸 HD就是高画质 好就看你要的尺寸 甚至可以做成影片 很夸张对不对 来我给你看一下 做成影片长什么样子 在下面这 我有特别把它 抓出来 你看 有没有帮你自动产生影片 这样是不是方便很多 好所以那些关键字呢就可以像这样直接变成一段影片来用 你就不用再学什么 影片的剪接软体 这件事情 如果你用威力导演 你应该知道 没有明天的 因为做到今天就挂了 因为那么多关键字你要产生 有没有很困难 对呀 还有一个一个变动画 这个太麻烦了 所以我们可以像这样用 那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 你想要拿到简报里面来用 我们刚刚产生的 你有沒有发现有一个白色背景 对不对 这样子拿到简报好用吗 是可以用的 但是有个 背景有时候可能不太适合 所以呢 我们可以来这边您看 一样是找到 档案这里 有没有发现有一个 Wallcloud background 背景 所以我们可以来找到这边 告诉他 背景 他还可以 色不一样 来我先到颜色这边 颜色这里 背景的颜色 点下去 你只要选择好像赛车格这个 就是透明的 这样我的背景就是变透明的 来我们看一下 这样有没有发现这里变透明的 这样子你存 档案出去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存成 只要变成PNG 老师 特别注意一下 如果您希望 图片带有透明的部分 一定要存PNG 因为PNG这个格式是现在网页的标准 但他跟JPG最大的不同 就是 他可以储存透明的 这个 背景的程度 有256种 从 不透明到完全透明 所以像头发那种半透明的 他也是OK的 好 那你看我把它存出去喔 存成PNG 好 存档 把它下载下来 OK 那您看一下 我就把它放到我的简报里面来 按着丢进来 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就是透明的 对不对 所以 像这样子我们不管用在简报上 或是用在做影片 您就会比较方便 好这个是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的一个 你透过 确实GP 来协助我们 做 这种图片的方式 这样OK 好其他的那几个 像Photop那些我们就先不用 先了解一下这样概念就好 谢谢大家